歌神章學友 尋根問究解開他三世之謎 我們馬上去看看 好啊 歡迎你學友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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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 你最近很開心 獲獎真的獲得首元 托賴 多謝大家的各界支持 可不可以說你對現在的事非常滿意 我基本上是滿意的 只要有得做 你有機會做好一點 所以我滿意是我們一直都仍有得做 你又開心了 感情事業兩得意 都挺好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驚人消息 在感情上的突破 例如有張太太 這個不算驚人的 我覺得都是自然的 什麼時候會有 我想是一兩年之間 是嗎 那就先恭喜 請我喝 好 那你信不信有前世今生 後世之類的事 我寧信 我覺得信他的時候 你會可以做多些好事 做多些好事 做多些善事 起碼是一個推動力 我信有來世 變成我信有因果 我們這次請到歐仲德師傅 歐仲德師傅 前世今生 前世你覺得 你自己會不會是人 或者是動物 我覺得我自己前世是一隻豬 豬給我的感覺 多數是有空去睡 有空去吃 是呀 我還願意兩隻就搞什麼 譬如你環境不好 那時候要做很多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很正常 到現在環境好 你都說要做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前世是一隻豬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又問一下那些老友 覺得我怎樣 是呀 他們以為你是 是怎樣看你和你的民族 我們一起看一下 我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沒看過 現在一起看 來吧 他好像和尚 因為他的頭像 我覺得他有隻鴨 因為他唱歌 舌頭好像有點大 他切雀仔 因為他唱歌現在是好聽 他前世或者是啞 好像人家說 不可以這輩子唱回舊本 張學友前世是什麼 嗯 我想是 是老夫子 就是漫畫的那個老夫子 就是一隻猫 來的 前世我想他是一部流星機 我想他前世是一個好人 會是一個和尚 前世是那些 本清時代十大號型 被人讀馬了那些 所以今世不喜歡唱歌 他在本書裡面 永遠都沒有機會 開口說話 所以今世他就要做一個 經常都開口說話 是唱歌的人 他發出一個很美妙的音響 還有一個 在音樂方面的感覺 給人很好 所以今世來講 他能夠唱歌唱得那麼好 在音樂上的粗藝也不那麼好 我想他會死得很慘 那些來的 即是說不到話 噢 那些 咳嗽喉的 青筋燒 那些 所以他今世喜歡唱歌 挺帥的 真的很像猴子 即是很可愛 有時候很可愛 但是 又很聰明 又很有機智 很靈活 就是他的身手 如果他不是前世做了一些好事 他今世不是那麼好命 他是一個很隨和 還有很善良的人 那我想這件事 跟他前世是有關的 可能他前世是修煉 所以今世會都還持續了這個心腸 哈哈哈哈 你有什麼感想 從他來說 我都 有朋友 完全沒有 觀眾說你像一隻鴨 說你唱歌時的舌頭很大 我真的想不到他看到我這件事 我收到這麼近都被他看到 好大 真的 我收到這麼近都被他看到 真是厲害 學友的前世是歐師傅 是 他情世是個男人 是 他在1896年出生 他的名字叫方程秀 平身雜婚人後 還有父親小時候 已經出外行以制世 我們有看了個樣子 他在1915年 因為廣東大水災 他有一個好朋友 叫做五鳳橋 感染瘟 他父親人搶救這個朋友 是 因而染疾而亡 當時的享年 就二十歲左右 好欣賞我的前世 這麼好心 為人而死 但是就替他很慘 很多東西都未認識 師傅 你批不批到 學友今世在哪裏出生 但是我用八字提算 推算到 今世應該在 香港的東區 附近出生 對 據我媽媽的資料 跟我說 就是在這個 西灣河的流產所出生 西灣河應該是東區 對 是的 還有我推算到 他身體有些特徵 例如他 左胸上面 有個胎記 是不是 左胸上面 左胸 真的有個胎記 他因為 前世受於未眾而聲勢 所以 今生 能夠復仇君齊 就是白鴻大子 那就是 有一件事 先信住 一要公棋 你要記得 你初生日有個好朋友 今世 五鳳橋 會轉世為女人 這個就是羅小姐 可能會是 因為將來這次的獎 會是他的 獎不太的人 厲害 因為他要報恩 那未必是 他現在不是報恩嗎 我現在報恩 你死了 你回去 不要 大家聽過學友的前世和今生 學友的下一世會是甚麼 廣告回來馬上有得看 繼續回來我們去尋根問救 剛才聽過學友的前世和今世是甚麼 不如我想問學友 你下一世想做些甚麼 根據我今世做人的 做男人的經驗 我希望下一世都是男人 為甚麼 為甚麼 我不知道 其實做男人是很辛苦的 但你又喜歡做 但又好像很過癮 還有我沒有享受 你的好朋友 沒有享受 不如在這個時候 聽聽你的好朋友和觀眾 說說你下一世會是甚麼 好 好 下一世可以行黑的 在街上又搶回舊本 便會拿錢 我想他會大富翁 會是 因為他今世已積了很多財寶 所以下一世會慢慢洗 下一世我想是惡狼吧 下次是狼吧 因為現在頭髮都弄得好像撐起來了 我的眼睛有點像狐狸 而且動作有點厲害 又好像有點麻煩 下世都跑不掉是樂器 我想他下一世是一套HIFI 我覺得他下一世不會再是 用口來賺錢的人 他今世已經希望自己是樂器 今世即將不行 他下一世都會是人 我相信他在音樂方面 有更好的發展 可能是一個很出色的音樂家 我就不知道會是什麼 但是我很希望他仍然是一個歌手 因為他唱歌就是唱得很好 可能是一些比較沉密的工作 因為他這輩子用得太多了 有錢人 衣食無憂那種 他今世住落那些 就是在這裡拜神 求神拜佛 我想他下一世都是樂器 很吵的那些 總之是關於音樂上 喇叭啊 嗨嗨啊 唱本啊 喂 歐師傅 有沒有人會這樣小 做完下世投胎做樂器 有沒有 因為樂器沒有生命的 應該不會的 我堅持我是一個樂器 如果你是樂器 你會做什麼樂器呢 堅持 我想做鋼琴 為什麼呢 硬給人不好 不是 因為會闊一點 鋼琴貴嘛 我笑的 很漂亮 稍等啊 下一世如果真的有鋼琴 就可以做一個有生命的鋼琴 張鋼琴 這個就是 那唐有下一世是怎樣的呢 我有呢 下一世都是為人來的 哦 他會是這個他的樣子來的 他看到陳先生 他是姓陳的 他在2060年出生的 二十一世紀的六十年代 在美國三藩市 我以為可以買到二年六年 唐人有聽著 三藩市 三藩市 那你是一個技術人才的 三藩市 就是畜生是在中等家庭的 啊 就在專業學院畢業之後呢 就投身在政府部門工作的 那是能夠文明於世的 就 不過輝音方面呢 鑼琴就會波折一些了 就是這樣美好的了 啊 沒有了鑼小姐就差一些了 那就實際了 是啊 哈哈 那會結多少次分呢 兩三次 波折重重啊 如果你做人 滿不滿意呢 做陳先生 我經常覺得呢 我經常覺得呢 在剛才那三世呢 我發覺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進展 就是譬如 我記得第一世 我沒有二珠 今世有一點點 下一世這麼長啊 好 好像一路進展 進展 我記得上一世呢 就是 口唇上唇口 現在變成兩個差不多 那麼 到下一世呢 下唇又變成口 這樣 就好像一些 進展 可惜也沒有畫到你 不是 看看是不是這麼大 下世都是 是啊 那今天真的很多謝學院 不是很舒服 好 謝謝 祝你下世 今世好了 下世都好了 謝謝 多謝